我们谈的是非常好的价格 比俄罗斯还便宜吗 我们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什么 就是比俄罗斯的便宜 当时王美化部长还说 对俄罗斯的制裁 台湾影响不大 结果还不到四个月 竟然又拿二乌冲突 要当借口要涨变加 于是最离奇的情况出现了 民进党政府摆明就是 没有在考虑人民的升级 他们心里面始终只有 自己的政治排算 应该下台了